我們要真選擇,真普選 今日也都斷斷不是民主運動的終結 相反,今天是民主運動新一波的開展的日子 在議會裡面得到幾票的支持 所以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 是要儘快重啟整個程序 令到香港市民可以儘快落實真正的普選 而人民力量的陳偉業認為 多個建制派議員在表決的時候離場 是希望拖延時間 所以他們是想令到留會而不能夠投票 而將投票拖延到下個星期 可能令到四至五個泛民再有機會轉態 他又說建制派解釋離場是因為要等經民聯計劉王法 回到會議廳投票,說法荒謬 行政長官梁振英對政改被否決表示極度失望 又說餘下兩年的任期會集中發展經濟和民生 大部份建制派議員集體離場 未有就政改方案贊成 對建制派支持政改沒有任何懷疑 不過對於方案未能通過就感到失望 行政長官普選的目標落空 立法會普選的時間表就更無從雪起 投反對票的議員殺停了香港 梁振英說餘下兩年的任期將會集中發展經濟民生 梁振英又被問到政改未能通過會否影響 梁振英